李嘉诚父子的动作越来越大 观众朋友 上个星期的此时 才传出李嘉诚甩卖上海豪宅建案 而今天更传出他的长子李泽聚 选择香港23条立法通过的同一时间 辞去了长江实业集团的要职 他更是不演了直接长叹一口气 说香港人近来过得挺辛苦 今天是从短片来看到 辛苦的何止香港人啊 李嘉诚从来不冒险 就赚最后一个铜板 我们就问这一对父子言行越来越赤裸 为什么越来越让人侧目呢 对 没错 事实上现在李嘉诚家族来说 似乎对香港投下了一个不信任的投票 那为什么这样讲 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今年中国的商务部公布的资料 今年一到二月的外资投资金额 大概约莫是2157亿人民币 下跌了19.9 约莫是下跌两成 也就是连续八个月下滑的这个局面 那其中呢香港当然是这个损失相当惨重的 为什么呢 因为目前为止香港的外逃的话 当然就是从香港跑嘛 你中国资金没那么多嘛 所以香港的境外公司来说 剩下1336家 这大概是11年来的这个最低 那甚至之前不是有人说过吗 就是说香港现在已经变成是 世界这个所谓的金融中心的遗址嘛 对不对 好 所以目前为止就有一个笑话 什么笑话就是说 美国花100年把纽约打造成这个 所谓国际金融中心 但是中国只花三年就把新加坡打造成国际中心 你想这什么笑话 因为香港变成是这个 世界金融中心的遗址之后 最大受惠者就是新加坡 所以才会有这个网路的这个笑话 好 那我们就讲 为什么我们会说 这个李嘉诚家族呢 对香港的未来投下一个不信任票呢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在3月22号的时候 他们现在的这个算是最大的这个大家长 就是常识的这个大家长李哲聚 那李哲聚是李嘉诚的长子 他就说呢 我呢不再担任集团的这个联席主席 联席董事总经理的这个职位 也就是说他现在呢 就是要卸下总经理这个职位 然后呢人家问他说 那你对香港未来的看法怎么样 你看你看他的表情 就这样你会觉得他的表情是有前景的表情 暗掉了那张脸 他的表情其实是满脸的这个忧虑 这样一个局面 你看还叹了一口气 他叹了什么气呢 他就说香港人经历这个2019年社会运动 然后2020年的疫情 现在经济又放缓 香港人挺辛苦 你看他的表情 他也认为这个真的是相当辛苦的 然后他最后来说 千奇千奇 就是香港人就千万祈祷 千万祈祷 要保住国际金融中心的这个地位啊 好 那为什么在22号要卸任这个总 这个所谓董事总经理呢 因为3月23号香港的23条要立法生效 23条的立法生效来说 其实对很多过去你可能有发表过 支持反送中的人来说话 你恐怕会有相当大的压力 回头你来看李泽聚 长叹的一口气 他悠悠的吐出这几个字 香港人历经了2019的社会运动 2020的疫情 经济放缓 敏感的是2019的这个社会运动 没错 社会运动做都不能做 更何况你还在那边说三道四 问题是不要忘记 2019的时候 当时李嘉诚他的父亲 说了一句绝世名言 如今一一都验证了 对没错 你看他23条来说 当然对你过去讲过这些话 你搞不好都会入罪啊 所以为什么他要辞去 这个所谓董事总经理的位置 就是这样 好那跟我们讲他的老爸 他老爸李嘉诚在2019年 反送中运动的时候 他不是在个人上面来说 在民报上面发了这个吗 他就反对暴力啊 对不对 皇台之瓜何堪在哉啊 他就他自己 当然他没有讲得很明确啊 但是大家都知道说你看 你少年是说 劝告这个当权者 你不要用这样来逼迫 自己的家人 这样的感觉吗 那你看 这个当权者是可以解释成 你是对抗我的这个局面 那这样李嘉诚搞不好就有问题了 好那我们就讲嘛 事实上大家都说这是李哲聚家 这个他的言论是对香港最终的 最后的中股 如果李嘉诚当年是这个 第一个劝告的时候 李哲聚可能是最后的中股 为什么他这样讲呢 事实上他讲了这个 当然未来香港景气不好 但是其实呢 长石集团倒没有那么不好 你看长石集团的这个 去年的营收是710亿港币 然后减了大概10.6% 然后他表示说 房地产利润效法 这是意料中的事 当然是这样 中国景气不好 香港也不好 但是长石的这个 财政比较稳定 负债比例只有3% 相对于恒大啦 或者避贵 那些都快破产了 他们是比较好的 他说他认为是一个 比较OK的业绩 所以他其实自己本身 并没有不好 但是他是对香港 认为香港没有那么不好 没有那么好 好那另外 他因为主要原因是 为什么他能够 这个所谓 获利还没有那么差呢 所以他在50多个国家 都有布局嘛 我们就讲 事实上他目前为止 他有公布一个相关的 他的物业的这个状况 他2021年公布 你看香港月末占他50 这个月末是59%左右的这个数字 然后另外包括说 像这个所谓的英国啦 或是说像中国 都有非常多的布局 所以等于是 他分散在全世界各地 5000亿的这个港幣 你可能中国不好 但是我香港 新加坡澳洲非常好啊 所以等于是 抵消了他目前为止的这个 所谓香港不好的这个局面 我们看到了 刚刚一摊开给大家看到的 长江实业的这个财报 为什么受损的少 因为跑得快啊 所以我们看到了李嘉诚最被津津乐道的是 他们绝不会贪心到冒险去赚 最后一块钱的硬币 那代表什么 他跑得快 你回头来看 这一对父子的言行 越来越让人侧目 是不是代表 他对中国市场 对整个香港市场 他已经做了下一步的规划了 对我们都说到李嘉诚 现在香港叫李超人 他真的是类似个超人局面 你看他自己年的所有布局 你都知道 哇他根本就是下债 别人都还没有下棋之前 他就已经看到这个状况 譬如说为什么 2013年他当时就说 我要出售这个 李嘉诚当时还在的时候 他说我要出售这个 百家超市的这个状况 然后又有意要出售上海的商办 然后当时就有人说 你是不是要撤出中国 他就说没有 我有生之年绝不牵撤 不会离开的 但是规模会随着世界经济 这个状况而就决定 他当年还这样信誓旦旦 但是我们后来知道 因为2013年 他当时要去见这个习近平 习近平不见他 对让他拖了非常久 他觉得这个 大概习近平不会重视商人 所以他就决定要浪杠 这是他的原因 但是他说 我不会牵撤 但是到2015年1月的时候 他就说 我要把其他两家公司 一个是长江实业 一个是合计黄埔 我要重组 就是说 我把他们的业务 更加的分开 一个是主管商 这个所谓可能房地产 另外一个是不一样的 但是他就说 我要把这个公司 从香港 迁到开曼群岛 大家都不是说 你不是当初不牵撤吗 他说没有 我牵撤跟中国 或是香港的发展 没有关系 是因为我牵到开曼群岛的时候 可以降低成本 提升效率 但是问题是 2014年当时 香港爆发过雨伞革命 所以他就说 其实你嘴巴说是这样 但是其实你的动作 告诉我们 不是这样一个状况 两年后就跑了 而且跑了之后 度过了雨伞革命 他也躲过了反送中的震荡 难怪他还有底气说 黄台之瓜 何堪再折 所以你回头来看 为什么我们就眼睁睁看着李嘉诚 一次又一次的创造奇迹 那一些跟他一直在中国 赚人民币的富豪 也不是吃素的 为什么跑得那么慢 对 没错 我们现在看下网路上 中国流流传一个段子 这个段子是李嘉诚跟马云 马化腾 王健林 许家印 潘石屹等的富豪比赛 大家说 你这个李嘉诚都已经快90岁 你已经跑得最慢 但是这个李嘉诚却跑第一 而且笑着说 你们都是听到这个发号 一声才开始跑 我已经 你们等到时候再跑之后 已经完了 我老早就已经跑掉了 所以你说到事实上 他是在没有发生枪声之间 他就已经跑了 所以你看现在 你看现在的王健林 怎么办 现在的许家印怎么样 被人家宣报成这个炸气犯 现在潘石屹 现在人不知道在哪里 那你跟我讲 马化腾跟马云 他们现在压力多大 所以看起来 我已经觉得 这个老神 根本真的有 他厉害的这个地方 那除了这个 为什么他能够跑这么快呢 因为其实我都觉得 这个主要是 老人的智慧就是这样 他的投资逻辑就是 不会冒险去赚 最后一个铜板 也就是说他看到 好像有风吹草动的时候 他宁可先跑再说 为什么 因为他长江实业这么大 这个数千亿规模的产业 你不可能听到枪声 听到枪声的时候 你是跑不了 你是喀吧 跑不掉 但是他在还没有枪声响起的时候 他就已经看到这样的状况 所以等于是说 他其实那么成功 就是因为他不会很贪心 好我们再讲到 长江实业 李嘉诚父子 这个家族的整个帝国 我刚刚讲 2019年那个社会革命 说的就反送中 再往前推是雨伞革命 你要知道 这是多敏感的字眼 可是对于李嘉诚来讲 他成就他的 就是靠这些社会的 不稳定的每一次的暴动 对 事实上我们就说 李嘉诚他这一生来说是 关关难过 关关都过 而且每一次过关之后 都是越来越茁壮 那你知道为什么能够这样做 因为他有非常红野的视野 就是他能够看得出来 未来大势的变化是什么回事 那我们就讲 这一生来说 对他影响比较大 包括说像 1939年的时候 中国入侵 这个中国 日本入侵中国的时候 他当时的 所以的家人 从中国离开之后 到了香港 因为当时的香港 算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局面 他认为 打起仗来 他跑到这个地方来 后来在战后的时候 他用5万的港币 创立了长江塑胶厂 一开始是做塑胶花的 因为他认为说 战争结束之后 可能欧美的景气起来之后 大家都会开始做 这个所谓Christmas的 他开始做这个 然后当时1958年的 营业额已经来到千万港币 他一开始 第一个声号是 塑胶花大王的称号 但是后来 1967年又发生 所谓六七暴动 六七暴动其实就是 当时的这个香港很多人开始反 这个英国殖民的这个时代 那甚至当时还有中国又爆发相关的文化革命 所以大家都觉得 这个中国 香港的前景大概是不好了 那很多外资都想要在这个时候就离开香港 但是呢 他反向 认为说 这个是一个好的时机 来了 为什么 因为未来香港恐怕会重新崛起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后来在那次的暴动之后 他开始 李嘉审真的开始这个进入房地产是因为六七暴动之后 他开始在那时候呢 大量买了非常低的这个房地产 买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状况 然后呢 他1971年才成立的长江地产 又长江实业的这个前身嘛 然后那一年呢就上市了 那上市之后呢 你知道 隔一年之后呢 他所有的土地就上涨了20倍之多啊 所以就知道事实上20倍 所以他等于身价 因此就奠定了他在香港中间的地位 那你根本不用讲 后来还有所谓的石油危机 他也能够度过 那甚至后来呢 1999这个所谓的改革开放的时候 他也是最早 我们刚才不是看到说他去见邓小平吗 他也抓到邓小平要发展中国的机运之后 大局在投资中国进去 这样一个状况之下 你看整个身家茁壮起来 后来他又跟领导人江泽民非常好的状况 然后2009年的金融风暴 他都都挺了过去 但是呢 他最厉害就是 2013年他见不到习近平的那个密会中间 他居然就可以判断说 习近平的个性是怎么样 能够怎么去 他怎么可能会去打压这个 所谓香港的这个经济的时候 他居然就在那时候离开了中国 大局的开始 往这个所谓海外去布局 你就知道说其实他这一生 那么多的风风雨雨 他能够逢凶化急 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他非常精准跟厉害的判断力 横估中国经济 你一定要看那个地方 上海 而繁花似锦的上海 只存在王家卫的戏剧当中吗 真实的上海又是如何 香港首富李嘉诚最知道 他去年7月才甩卖了香港的新建房产 如今最新消息传出 他正在一步一步如法炮制 在上海也祭出了85折甩卖豪宅建案 这已经是李嘉诚过去四年不到第二波的巨额套现了 他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点出手 当时留给香港的七字真言 在香港应验了 如今上海也被他说中了吗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李嘉诚所拥有的长江实业 最近在上海普陀区他所开发这个高尚领域的这个豪宅 因为在过去的时候曾经引发大家高的这个瞩目 你知道 因为他的交通非常旁边 旁边就是地铁站 而且他还讲说 这边有什么住宅区 商业大楼 大卖场 旗舰商场 全部都在这边 所以这个建案 一要开卖的时候 万众瞩目 结果大家发现到他的价格 大概是以一瓶 142万台币这样一个方式出售 那一瓶142万的时候 事实上这个标价一出来 排价一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就开始讲说 等一下李嘉诚到底在玩什么 因为如果以同区域的新建案来讲 目前已经喊到一瓶 差不多是159万左右 那你如果去买李嘉诚的房子 等于是跟人家同期的这个房价比较 他将近打了所谓的85折 甚至有人好奇讲说 等一下 当地二手房 二手房理论上买的 卖的比新房便宜 对不对 他说二手房一瓶都要145万 你现在才开142万 你是在干嘛 你知道 倒挂 倒挂意思是说 你是走回头路 卖的更便宜吗 那我问你 去年7月在香港 他不是才七折甩卖 引发了香港地产 大地震 通通多杀多 大家比便宜 不然我卖不掉 如法炮制在上海 他用这一招 一步一步要套现吗 结果你这个牌价一出来之后 你可以看到画面上面 销送中心 立刻一大堆民众 都抢进去看 就来了吧 你看到没有 现在买你这个房子 开什么玩笑 李嘉诚盖的房子 而且房价又比别人便宜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一大堆人排队 而且你知道吗 像这些 排这么长喔 而且其实君相你知道 其实去看房子这些 是已经报定了 我看到我就要买 他们当时连什么房产证 结婚证明 还有财产证明 全部都带着 因为他们就很怕说 我如果晚了一步 我今天看看 回去想想的时候 你后面就买不到 那问题就来了 他这一招吸引了大量的人潮 可是也有人好奇 讲说李嘉诚你在玩什么 你这样子是不是 你要出托 然后套现呢 结果当地的仲介商就讲说 你们想太多了 为什么 他说你想想看 这个建案在2019年的时候 当时开始要开盘出来的时候 那时候排价是一瓶是132万 那你现在其实 你跟五年前相比的时候 其实他其实那个开盘价 142其实还涨了10万块左右 所以他还是有赚 套现现金入贷 但问题更严重的是 你打乱了上海的房市了 没错啊 所以当你现在这个房子 这样比较便宜出来的时候 那你旁边那些新建案的人气 全部都被拉到你这边去了 所以大家讲说 他是不是复制之前 您刚刚所提到 在那个香港的那个方式来做 可是大家更好奇 讲说 那李嘉诚你这种方式 你可以套到多少现金 你知道2021年的时候 长江实验曾经出售 上海同样是他们的 这个所谓世纪盛会的广场的 60%的股权 就那一次的交易里面 居然他拿到了21亿人民币 换算台币将近100亿 可是你知道吗 他真的是大赚 为什么 因为2005年的时候 长江实验拿下这个状案的时候 他才花1.7亿人民币 1.7亿的成本 21亿套现 对啊 你看他那个 整个的杠杆操作的多好 而且你知道吗 事实上他在2016年的时候 也以200亿人民币的这个部分 出售在陆家嘴的这个所谓的 市纪会的这个广场 他那时候获益也差不多是 54亿这个人民币 所以大家就发现到这几年的时候 李嘉诚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就是他不断的开始 这个所谓的出托手上的 这个所谓的房地产的这些东西 卖卖卖卖 2016卖 2021卖 2023卖香港 2024现在我们讨论的 继续卖上海 他到底卖掉多少啊 你知道吗 其实如果从2013到2023年来讲 其实他总共出托了 12笔在中国或者是香港的这个资产 如果换算成台币的时候 将近是4800亿的这个台币 那你把这个钱都收过来 所以很多人觉得说 你现在拿这个钱 满省现金 一个是讲说什么 你要这个所谓的 这个套现金回来嘛 另外一个说 你是不是看坏 这个所谓的房产的这一部分 所以你要跑 为什么会有这种联想 因为你记不记得 在2021年的时候 当时李嘉诚 在评论香港经济状况的时候 他曾经讲了说 山雨欲来 风满楼啊 那这个话看起来 不是太正面的一个说法 所以是不是担心说 你这样子看坏了呢 回到李嘉诚的身上 大家就觉得说 李嘉诚你现在大量的 要收取这个现金的时候 你是不是针对 你整个投资布局 再重新做的调整 这个确实哦 因为在过去的时候 很多人发现到说 李嘉诚其实他的这个企业里面 很多去投资英国啊 包含他的基础建设 什么都投资下去 英国我没晓得啊 几年前他从整个 中国抽出来 结果就往英国 买他们的什么 瓦斯啊 基础建设啊 电信啊 现在更加码投资英国 其实你知道吗 在他当时在投资的 那个过程当中 其实英国人也很多反对 他就你大量进来嘛 可是他也不管 可是你知道 这中间有一个小小的转折是 他也一度啊 调整他在英国里面 投资的比例 比如说你刚刚提到 他去投电信业 对不对 他一度把自己手上的电信业 给刺出你知道吗 结果没有想到呢 现在又发现到说 长江实业又开始呢 花大钱呢 去投资英国 比如说去年五月的时候 他们就花了 4.8亿英镑啊 去买这个所谓的 英国社会助信的 这个信托基金啊 那甚至呢 在去年六月的时候 我们刚刚讲说 他之前不是出托 他手上的这个基础电信业吗 对 他没有 去年六月的时候 他又跟这个所谓的 沃达峰合并电信业务 要成为英国第三大的 电信营业商 甚至还讲说呢 未来十年之内 他要投资这个 所谓的110亿英镑 要建立什么 建立欧洲最先进的 独立5G网络啊 所以大家看完 今天讲的这一段 会要问 李嘉诚他到底还有看到 更多的线索跟讯息吗 不然为什么 宁可前进英国 再也不留中国国内呢 倒不然我们来看看 这个双分割的画面 真的是让人头皮发麻 一边是人声鼎沸 左边看到了吗 右边 门可罗雀 鸡仔糟糕没拔车 这是什么样的两个现场 为什么差别这么大 其实你现在 在用这个画面对比的时候 我先讲一下 右边的那个 是现在正在营业中 你不要以为说 我们故意挑这个 没有上班的时间在那边拍 其实这个是秦皇岛的 这个商场 在一开始开幕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说 你这个商场非常先进 或干嘛 应该会吸引很多的游客 其实我没有想到 你现在看到 居然是冷冷清清 游客都没去 要花钱的地方 找不到人 但是想要赚钱的 你看看左边那个画面 广州要招工 结果一大堆的工人 就跑到那边去讲说 我愿意 我有时间 我愿意做事 这个现场你要怎么解释 有很多的缺开出来吗 还是说开的缺 非常有限是 生多粥少 他们为了 怎么样的缺去抢这份工呢 其实你可以看得到 其实对中国大陆来讲 你看这两个画面 最大的对比 就是花钱的 没有人要去了 想办法要赚钱的人 倒很多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其实中国的经济 也让外界开始认为说 它面临到整个一个 大重整的一个状况 可是当你的经济不好的时候 冲击到的就是民众的生活 你知道吗 现在国外就发现到 中国大陆的走线客 居然是越来越多 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 走线客基本上 就是我们提到的 所谓的润 润的意思就是 像要走起来 乱乱乱 要走出这个中国 你知道吗 那结果你现在画面上面 所看到了 事实上呢 在这个所谓走线客来讲 他们不是说做这个什么豪华巴士 跟你观光旅游 不是因为他们是要透过 偷渡的方式 要进入到美国去 所以就被发现到说 他们其实很多人是从 厄瓜多这个地 这些所谓的中南美洲国家 进去完了之后呢 然后转到哥伦比亚 再从哥伦比亚 慢慢转到巴拿马 宏都拉斯 甚至进入到墨西哥之后 从墨西哥边境 进入到美国里面去 等等你现在给我们描绘的 这个认出去的这个路径 其实我们在去年 甚至在前年年底 我们讨论过一大波 认认真真的讨论一大波 现在又来了吗 今天马上给大家听 这个情况又更严重了吗 事实上你刚在画面上面 就会发现到 现在你要走这个 所谓的这个走线客的路程 其实非常非常的艰辛 为什么 他们呢 其实都要经过 非常多的丛林跟峡谷 而且呢 我刚刚讲 他们其实都是要用徒步 甚至用这个坐车的方式 可是你坐车 都不是坐那种豪华大巴士 你现在画面上面 所看到的 这个福老西又搭西家带卷的 就要走这个 你想想看 全身丝搭搭 最重要是什么 你看密密麻麻的人 他们都很怕被当地的警方抓到 所以他们居然就开始有什么 居然有这个所谓的走线的 这种所谓的团 也就是帮你安排这些东西 安排让你这个所谓的 这个中国人 可以透过这种所谓的集团的 这个媒合 帮助你走向这个美国去 什么叫做前仆后继 我给大家看一个数字 2023年3.7万人被逮捕 更多人入境了 这3.7万人是被逮捕 这什么概念 这是两年前的50倍 这个就是前仆后继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状况 事实上跟美国的政策是有关系的 因为这一些所谓的走线客 如果他可以度过 你看画面上面所看到那种 同龄啊 峡谷啊 恶劣的环境之后 他只要一到达美国之后 做第一件事情 他是偷渡客对不对 你会觉得偷渡客很把他被抓到 他们不会 他们只要进入到边境里面 就会赶快自首说 我是偷渡来的 那你会被抓进去关了吗 但问题是你为什么要偷渡来 他说我有理由啊 因为我要申请政治庇护啊 因为我回到中国会受到破坏 你知道吗 根据统计在去年有55%的 这个中国非法入境者 居然可以获得政治庇护 那如果跟其他国家比例来讲 其他国家大概只有4% 14%的偷渡客可以拿到 难怪他们游闯美国啊 这比例非常高 而且你到美国去 就重新获得新生活 你又见得了光 或什么都可以走的时候 所以你知道吗 我刚刚提到说 居然有这个所谓的走线团 你知道顶级豪华的有什么 你知道你要花两万美金 两万美金可以干嘛 你知道我刚刚提到 你不是要从这个厄瓜多 到哥伦比亚到巴拿马 还这样慢慢一步一步走过去 他说不用啦 因为如果你今天愿意 花得起这个钱 你可以直接拿到 免签的这个叫日本签证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墨西哥 所以你看这个万里长征的部分 你就省掉了 你就直接到这边就进去了 甚至你说没钱也没关系 他有不同的套餐 你知道也有所谓九千到一万二的 有这个车子帮你接驳 当然可能不是特别豪华 但问题是 如果你就 我要走路了 走路总便宜吧 靠双脚不用钱 不好意思 靠双脚 你也将近要五千块左右 今天开始我们带您看到 是李嘉诚 李超人 他的后座力有多强 才提到 七折甩卖香港的新建案 震撼了全中国 结果 他卖房的后座力 现在开始业力引爆了 向来是高不可攀的香港楼房 开始出现了 多杀多 你新建案 被逼着逼去 用力大力的降价 你才卖得出去 大家现在开始担心了 东方之珠危险了吗 为什么说李嘉诚 果然是李超人呢 他七折完寿 反而赚更爆多的利润 背后怎么这么厉害 而更引人入胜的是 居然背后藏着他对习近平 赶尽杀绝的高招啊 真的假的 两个人之间 又有怎么样的心仇旧恨 李嘉诚的长江实业 他是香港的地产龙头之一 如果你站在习近平的立场 嘉诚兄啊 香港你要帮我稳住啊 结果不是 你竟然在我们中国经济下行之时 还来个三口上撒盐 你竟然把你的青海液 以七折的价格出售 然后又立刻完寿 又成为了香港 所有这些买房者的目光的焦点 不是 你不是给我难堪吗 而且更夸张的是 李嘉诚他把这青海液完寿之后 你也知道 这地产界会跟风啊 所以造成什么 来 我引用谢金和财经文人所说的 这李嘉诚打七折卖房 香港地产商立刻面临巨大夹击 九龙东这些住宅 这个每尺价5392港元 我有没有看错啊 这以前都是近万元港元的 几乎得是快 你七折我五折 这个几乎腰斩的概念 几乎腰斩 创下了九年半的新低 所以过去香港楼市的价格 是高不可攀 已经开始松动 OK 那我们就来看怎么松动 你看其实香港楼价 从2021年的8月是高位 结果到目前就已经下达了 一成五 这一成五下跌你说如果是股票 我觉得可以接受 房市那是温水煮青蛙就可怕了 现在皆有地产业的业者出来分析 李嘉诚这个做法背后的猫腻 他们讲 他说其实很奇怪啊 你长江实业既然是地产的龙头 那你龙头价格不就你说了算吗 所以你应该是为了赚钱 你会造正常的价格卖 你怎么会自己砍自己砍到七成砍到骨折呢 这种事只有就是比方说小建商 或者是他那块地不是很精华 location不好 我急前要周转 所以我要套现 不是啊 结果现在不是市场落后者在做 反而是你市场领导者主动降价 那就代表李嘉诚 他已经看清未来十年香港防疫产的趋势 他想要垄断市场 他想让香港的价格 就是现在他青海艺所定出的风向球 所以他才会用赶尽杀穴的手段 李嘉诚 我不管是甩卖也好 我不管是逆风也好 我不管是没帮你习近平稳住香港也好 我的财富还赚得满拨满盈 不愧是李超人 你刚提到了一句话 为什么不跟着中国一起扛着国难往前走 现在中国的房地产已经超回答 香港现在还撑在那里 李嘉诚感觉他是踹了一脚 他脚底抹油要走 大家再打一个问号 今天中国来告诉我们 背后居然藏着李嘉诚跟习近平的心仇旧恨 所以李嘉诚为什么都和习近平对着干 原来细数两人之间过去是有一些闲隙与矛盾 我们就来看李嘉诚曾经对习近平做过了几件事 首先我们来看他们是怎么样的结缘 1998年那时候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 他呢 你看好年轻哦 习近平在右边 他找了谁 找了销港首付李嘉诚 说你们能不能来投资我福州的一个古迹项目 古迹项目 那这个项目叫三方七项 意思就是说这古迹富边的这些地呢 你帮我盖一个什么 住商大楼 然后让这个古迹周遭这些地呢 能够变得很精华 不过你不要破坏到古迹 好 你看那时候欢迎他的时候 不但给他鲜花 还热烈欢迎香港长江副业集团 李嘉诚曾经 这个红布条 有看到吗 哦 好不热闹 好不尊重 好不排场啊 所以那时候他们两个关系 可以说是bodybody 我兄弟弟 兄友弟公 可是呢 五年后房子盖了 盖好之后 他盖了十三层的商用住宅 但当地却批评说 你破坏到我们的古迹 我们的古迹被你破坏了 所以这样不行不行 哇就后来民怨沸腾 到了2005年的时候 福州市的政府 直接跟李嘉诚的 这个长江地产就讲 他说不好意思 我要跟你解约 本来你那个地上权 可以使用五十年 直接没收 那我干也不是血本无归吗 好那那时候 如果你是李嘉诚 你会不会心里想 不是习近平你叫我来的吗 怎么搞成这样 我告诉你 习近平那时候 他已经调任浙江了 其实也不是习近平 在这个事情 故意要对你怎么样 而是这件事情 就是弄到两败俱伤 因为习近平后来 自己也被上头调查 要不是有人保他 不然习近平当时 很可能也会官位不保 可是两个人 因此就产生了矛盾 这是两个人之间的 第一个矛盾 1998年 这么久以前 你想说这么久 应该不会发酵吧 不 后面有更多的矛盾 一直跌上去 跌到最后是覆水难收 我就怀疑 李嘉诚 是一个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的人 他对于这件事情 根根于怀果然在2013到2019年 习近平一上任之后 我问你 习近平 你李嘉诚应该怎么对他 第一 我要投钱 给你面子 第二 我要选边站 江派 西派 江派 西派 你当然要选西派 西啊 他当权者啊 第三 你要帮我稳住香港啊 结果没有 我们来看他怎么做 当时中国房地产市场震热 你不投钱 你还大量出售中国资产 到了2015年 正是当时我们所说的 就是中国这个房地产 开始出现风雨飘摇的一些预造的时候 习近平发现李嘉诚不断的在卖楼 在出走 所以他就请这个习近平 就席下的新华社官方的媒体 叫寥望智库 就发了一篇文说 别让李嘉诚跑了 看起来是记者写 不就其实是中央跟你喊话吗 你别跑啊 而且当时呢 文章还批评 说你长和系职 就是李嘉诚的长江集团 你们不能凑走中国资产 你这样子没有道义 没有道义指什么啊 不就指这张图吗 好 第二件事情 就是2017年习近平到了香港 我们来看 他对于李嘉诚呢 可以说是念之在之 可否回心转意啊老哥啊 还是那三件事啊 别撤之 要投钱 你看 握了30秒 你去想要心中的OS 要投钱啊 江西两边 你要选边站啊 拜托啊 帮我稳住香港啊 光是握手 可以握了10秒钟这么久 因为我刚刚 哇 千言万语耶 因为我刚刚三个那个点啊 他在心中不断的OS 当然要握这么久啊 但你感受到没 你感受到我释放的赛云暖流没 没有 为什么 因为2019年 他做了一件 几乎是踏到习近平底线的事 他做了什么事 香港反送中期间 很多香港人士 是不敢对这件事情反而干 可是李嘉诚却在媒体看那个广告 这个广告说了一句话 叫做 皇台之瓜 何堪再哉 你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 这是当初武则天赤子写的一首诗 这首诗被文人奉为绝命断藏诗 指的就是 自己人何苦害自己人 将奸何太极啊 不要再赶尽杀绝 那你是在指他在同胞相残吗 所以他们就讲 说这句话踏到了习近平的底线 好 那结果呢 压垮骆驼最后一段稻草是 你不但粗言伤害我的底线 你仍还不到 就是2019年当时中共70周年 借国纪念日 何等的大事 多么重大的一天啊 结果李嘉诚 他没来 他没来 他只讲了点整单单四个理由 四个字 理由是 是不是原因 你是习近平 你看了会不会觉得 你太不给我面子 我就是不来了 还要什么理由吗 2022年10月14日 当时习近平出席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大会 表彰40名创新创业人物 这里头香港人大概有三到四位 铁地有李嘉诚 因为他是大佬嘛 结果呢 竟然也没有李嘉诚 所以李嘉诚看到了你习近平 对我做这些事情 你怎么冷落我 我就怎么冷落你 现在撑你币要你命 我不但不投钱 我还大甩卖 但我却赚得满波满盈 给你痛痛的一击 好 你快来告诉我们 今天李嘉诚变成了李超人 赚得满盆满波 你就拍拍屁股走了 你钱就带你就走了 但是留下来的从中国到现在 我们看到香港 房市开始下行了 房市不知道要走多久的下坡 对习近平来讲 这是难以承受之重啊 中国官方一直希望外国的证券公司 这个时间能帮中国的经济打打鸡血 帮忙他们加加油 但没有想到野村证券9月14号 他们开了今年第三季 中国经济的一个预测会 他们的首级经济学家 他叫陆挺 陆挺就说 从目前第二季的经济成长率来看的话 未来几个月 经济走弱的压力非常非常大 俊向格尔他谈了两个重点 他说目前中国的经济叫做螺旋式的下跌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目前的中国的首要任务叫做化债 一定要把整个债务往下减少 这不是摆明了吗 那未来要怎么办呢 那目前呢 其实就野村的一个说法的话 最关键是要牢牢抓住房地产这个牛鼻子 房地产在过去几轮的危机当中 都是经济复苏的一个发动机 但现在呢雪上加霜 为什么呢 房地产的价格能够挺住要有几个要素 第一个经济要好 第二个消费要够 第三个人口要足 但最近有一件事情 真的来到这个地方见不得光 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来看这条线 中国现在最麻烦的 这个叫生育率 生育率持续的一个下滑当中 那这个生育率持续的一个下滑 对房地产而言 这个可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因素 我举最近拜登拿到美国国务院资料所说的 拜登之前曾经说过一件事情 中国有一个国安危机 发生什么事呢 中国在二十年后 他的目前的劳动人口跟老年人的人口呢 会呈现一比一的一个状况 各位一比一的状况是什么呢 正常的一个状况是四到六个工作人口养一个老人家 这个是正常的社会结构 如果中国二十年后一个年轻人要背一个老人 我就问各位那日子那要怎么过 没有想到各位不用等到二十年后啊 事情现在已经在发生了 发生什么事呢 幼稚园中小学撑不住了 我们现在看第一个地方 河南的整个邓州市啊 有一个体育局 体育局呢 今年八月居然撤销 各位听好哦 二十二所乡镇的中小学跟幼稚园 为什么呢 没小朋友啊 那没有小朋友 我这学校怎么开呢 各位就当然开不下去了 好 我们现在看到了 你人口 大家不敢升 人口活力越来越少 你就没有支撑房价往上冲的引擎了 怎么办 现在呢 对于整个欧美国家来说 你现在中国要出什么招哦 结果呢 华尔街日报说 中国的官员跟经济学家 开了十多次的一个闭门的一个会议 但现在重点是 习老大他不要啊 习老大他无意采纳他们目前的一个意见 所以目前呢 包括了所谓的认房不认带啊 限购令全部取消 对不对 到底能够刺激出多少的一个住宅呢 骏向哥第一个礼拜很凶 想到第二个礼拜第三个礼拜 消烘了啦 结果一周行情而已啊 没有错 所以现在就这个房子很麻烦啊 大家以为会有报复性的一个消费 现在呢全世界都在说没有 所以我们来看谢金和先生所说的 目前把前一百大的中国房企 看来呢 目前很多都已经跌掉九成了 这是第一件事情 但现在最可怕的是 就如同刚才跟各位说的 连整个野村都说第一件事叫化债 可是呢目前像恒大 像碧桂园债可敌国啊 如果不清除就像癌细胞不清除 最后会吞噬人体啊 而现在呢最大的一个麻烦是 俊向哥 中国的这些所谓的债务 已经往外扩散出去了 为什么呢 美国他们调查 九月份担心中国房地产 风险从百分之十五 拉到百分之三十三 一口气增加了一倍 而现在最大的一个麻烦是 好多养老机构发现 天哪 我们过去高价买的那些债券 现在通通都还不起利息 为了要怎么办 中国的房地产成为了全世界经济 最大的未爆弹 中国经济走到今天 谁早知道 李嘉诚早知道 你知道这两天香港热议的一句话 是四年前李嘉诚说过的 山雨欲来 风满楼 如今欲语成称 为什么总是先知道呢 如今答案揭晓 居然因为李嘉诚跟习近平 交手两个星期之后 让他看透一切做出的 出走中国的决定 我就问 他的最新布局前往哪里去呢 如今传出他爆买台湾人 最爱去的这个地方 北海道 买买买买 买强的当地滑雪圣地 二世谷的最大地主 今天我们请世聪大夫来看看 李嘉诚怎么默默地 把这里的地价一路炒 一路一飞冲天 掌逢高居全日本之冠 没错 我们知道李嘉诚的这个 他们的这个家族来说的话 这个过去一段时间 就常年霸榜这个香港的守护 甚至亚洲守护 他绝对没有问题的 可是问题是在最近一段时间 彭博公布了亚洲二十大 这个富豪家族的这个排行榜 结果没想到 你可以看到 从第一名的阿巴尼家族 到印尼的这个黄辉祥家族 一直下来的话 结果没有看到李嘉诚的这个家族 那特别是谁 这首度一样 没有中国的任何一个家族进房 所以这是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我们一直在讲的 中国经济 或是中国的房地产 现安的拖累了整个 除了中国自己本身的财富之外 香港的财富也都被拖累了 你刚刚提到一个 非常传神的两个字 拖累 李嘉诚今天走到这个时候 他早知道了 四年前的一句金句 这段时间在香港被热议 为什么要被翻出来了呢 对 没错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 这个李嘉诚的红粉之计 就是周凯璇 那周凯璇是谁呢 他是目前是香港 香港维港投资的创办人 那因为他跟李嘉诚 长期的关系非常好 算是自由密友的一个状况 那他就最近在媒体上表示说 其实今天香港的这个状况 李嘉诚早就预言到了 他说李嘉诚在2021年的1月 就这个雨众心常能跟周凯璇说 他说现在的经济是 山雨欲来风满楼 一定会一落千丈 那他就说 如果你没有在2021年12月就做好所谓的 延长这个准备金的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你可能会可怜啦 所以你看他2021年讲了 那现在李凯 这个周凯璇把他讲出来 你就知道说 原来这个一切都在李嘉诚 李超伦的掌握之中 那尤其是我们知道说 其实如果你看得出来的话 去年我们也在节目上讲过 李嘉诚不是很罕见吗 他旗下的这个昌食集团 居然用七折开始在卖房子 然后甚至他一卖之后你看紧接下来的话 高升也出售了所谓在中环的这个办公大楼 那也还用七折甩卖 反正你七折 你李嘉诚定毛七折 大家都用七折的方式这样给他卖 那年代了这个香港房市 当然就一落千丈 那香港房市一落千丈之后 你可以看到这个最近的香港几个家族 都是受伤惨重 我们以李嘉诚的长河集团 他的股价从174块港币跌到38块 新世界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郑玉彤 郑嘉诚家族 从24块跌到10块港币 那横积地产就是李兆基 就是四叔李兆基 他从65块港币跌到19块港币 那你更不用讲郭德胜家族 他们身家也都是大幅的在缩损 所以显见目前为止来说话 财团的资金正慢慢的在移出香港的一个状况 好 那我们就讲 李超人为什么是李超人 我跟他讲 事实上他看不好整个中国 或是看不好香港的这个状况 可能比我们想象中都还要更早 为什么还想象中更早呢 我们知道事实上现在有越来越多故事告诉我们 他说2013年不是习近平接任吗 一年多的时间 他都没有接近过香港的这个财团 这个太不对劲了 所以当时李嘉诚就觉得不太对劲 他后来第一次见到这个习近平的时候 已经是2014年的9月 他都已经接任一年多 然后当时还是用什么名义 因为当时董建华就说 我们找一个香港的这个工商团体 去访金的时候顺便去看这个习近平 所以等于说习近平好像就是显然 就把他们当成是一般人 我看一看见个面就算了嘛 对不对 好 但是问题是首富当然不是这样 首富当然想说 那我要电量电量这一月未来的这个国家领导人 到底是怎么样 他想说我以前跟江泽民是互通的 那我跟胡锦涛也是麻吉麻吉的 那我也希望说能够跟习近平私下见面嘛 所以传言说这个团回到香港之后 他待在中国 他待在中国之后他就跟这个所谓香港的 对中的这个系统里面中联办 跟他说我想要求见这个习近平 不知道有没有办法 请帮我安排一下 学校我跟你讲 何等人物李嘉诚 他见这个中国领导人 应该过去都很容易嘛 对不对 你说江泽民还拎着他的儿子 说儿子交给你 你要来见他 怎么他去求见你 那好他去求 结果他在那边待一天两天 三天四天 五天六天七天八天九天十天 见不到习近平 经过两个礼拜 结果没想到 都没有任何消息 也就是习近平不想见你 那不想见你他怎么 他就回到香港 暗暗的回到香港 回到香港之后 他马上开了一个会 开了什么会 听说他就把当时常识集团 所有人跟他儿子 叫过来说 我们现在要开始撤离中国 而且这件事 只能够做 不能够说 我们要大规模 快速的离开中国 就是那个哭等的两个星期之后 让他毅然仍然做出了 论出中国的决定 对所以你看2014年 他论了 论了之后 为什么2015年新华社有一个叫做 别让李嘉诚跑了 其实这都有他的这个时间脉络 跟他的这个迹象可循 好 那我们讲李嘉诚跑到哪里去 我们说李嘉诚真的是老生刚厉害 为什么 我们讲最近一段时间 台湾人最近这个冬天的时候 大家跑到哪里去 然后北海道去 去滑雪 一堆人去 对不对 我周边全有朋友都去 去二世谷 二世谷就是在 如果你坐杂谎的这个车子 没多久 大概就可以到二世谷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粉雪 他下雪粉状的这个状况 而且听说你摔倒的时候 摔在这个地上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舒服的 不会像一般的雪很硬 那你知道 现在李嘉诚在这个地方 他笑傲 哈哈二世谷 为什么 他想离开中国 他去哪里 他老早就觉得说 二世谷非常好 所以他会买了大批的土地 他甚至在2020年的后 二世谷有一个叫博越酒店 我们说博越酒店就啪嗨呀 他是这个凯越集团 最高等的房子 他在那边开幕 然后这开幕的时候 你知道他整个房 这个所谓房价地价 完全大飙涨 甚至他这边还有 这个酒店式的这个公寓 然后价格的时候 充4400万台币一套 现在已经涨到8400万 所以你说二世谷里面 谁是最大赢家 当然就是李嘉诚 你看他有这个博越酒店 在这个地方 他当然他很开心了 那除了他之外 现在新加坡 欧洲等等企业都去了 那包括说像二世谷的 这个商业用地 两年涨了两成左右 那你知道为什么 他很厉害吗 我们讲2030年的时候 这个新干线 还要从这个 从东京了 然后开到这个杂谎之后 杂谎还有一条线 会直接拉到二世谷 所以要事实上 你就知道李嘉诚 几年前他早就看到了 日本特别是二世谷的潜力 你才给我看到了 这个阿海白雪 这么漂亮的滑雪雪景 身旁有很多朋友 要冲北海道 你会觉得很感慨 为什么 在疫情之前 多少日本朋友来台湾 现在反而我们宁可出国 不留在国民旅游 为什么 贵啊 没错 我们就讲 事实上春节已经快要到了 然后我们很多人 公布春节最爱旅游的地方 当然曼谷第一 再警戒下来是东京 首尔 大阪台北市第五 那为什么这样 其实在曼谷 为什么大家喜欢 如果你去问所有去曼谷 他就跟你说一件事 叫做饭店便宜 而且住得又好 好 那我们就讲嘛 事实上以这个2023年 我们仿日的观光客 高达2506万 那是2019年的八成 那已经回到疫情前了 那整个消费机能来说 比2019年还要多 8.8% 当然第一占比 是所谓的这个住宿 但是购物的这个占比 其实是下滑 34.7到26.4 那照理说 观光购物变少 那怎么收入会增加 主要原因是什么 日本现在在开始 用所谓体验式的旅游 你可以看到 我们周边的很多 去日本人都说 穿和服啦 要不然就在那边念寿司啦 各自各样 做这个所谓武士道啦 麻糬都有 他们用这种体验式的观光 让你来留在日本 但是我就说 这日本的这个 我觉得值得我们学习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台湾的旅游市场 是截然不同 你看日本那么夯 大家宁可去出国 你看这几天的时候 逃机完全都是筛爆 但是你想 我们国旅冷清清 你看2023年的时候 肯定旅游人是262万 比2022年的253万 还成长10万左右 成长很少 大家以为 以后应该大幅成早啊 但是比2020年的263万 还要少 那2019年是高峰 400万 现在只有262万 也就是大幅的下降 甚至春节期间来说 平均的订房 大家想要春节 大家出去玩 台湾只有42.9 比去年下滑 一层到两层 因为什么 大家宁可到海外去玩嘛 为什么很多人 宁可在春节出国去玩 我讲一个很血淋淋的事情 春节一家四口 国旅四天 三夜 然后你要住住宿 大概住三天 要三万 然后加上基本的交通餐 你如果你坐高铁 那更贵 那整体来说 大概4.4万到5万左右 那你这样数字来说 根据我去曼谷 曼谷都不会比这个还贵 所以我飞机票加上住宿 差不多有这个数字嘛 所以我才跟你说 国旅显然呢 这个房价太贵 这个问题呢 不只困扰 我们自己本身的国人啊 自然外国观光客 来台湾的时候 他也会觉得说 你这个房价好贵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恐怕是我们未来的 发展观光上面 一个非常大的隐忧 中国经济恐怕这一下 真的麻烦大了 北京下达的最新禁令 约束经济学家只能唱好 你能说他好 你不能说他坏哦 问题是这一道禁令 你却防不了李嘉诚 丢出的这一颗深水炸弹 为什么呢 长江实业居然七折甩卖 全新的建案 吓死香港的房地产了 他要干嘛呢 回修资金 中国不呆了吗 如果中国呆不住 他要去哪里 中国经济下行 现在是明显的一个事实 但中国官方呢 现在对内而言的话 只许中国的研究机构 说好话 那对外的一个部分的话呢 他们居然开始 对外资查水表 我们一折一折来看哦 根据金融时报的一个说法 他说中国的监管单位 雇主跟官媒 已经施压了多名的 券商分析师 顶尖大学的一个研究人员说 请他们要避免讨论通缩 资金外逃等负面的一个讯息 然后呢简单的说 现在就是要多说好话 然后呢 负面的讯息就要少说 这个是对内的一个研究单位 对外 之前摩根斯丹利 曾经发布一个对中国 券商看空的一个报告 是 俊相哥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后来怎么了 查水表 现在中国政府说 你摩根斯丹利涉嫌洗钱 所以呢 现在对内对外是两样情啊 说不得啊 我发表了关于 关于你经济 前景 比较保守的看法 不行 你报复的手段是对我查水表 外资是查水表 那对内的研究机构 就是要多说话 所以我们来看 中国银行的一个顾问 他们就说了 他们 他们是谁呢 就是长官 长官希望我们 从积极的一个态度 来解读坏消息 那目前呢 很多中国上海的 大型金融机构的经济学家 他就说现在呢 对于整个当地的电视来说 只能够忍受 正面的一个评论 这个为了说 人人家 人家 外资的报告 你赌得了 不讲我就不讲 问题是 你赌得了我的脚吗 我用脚投票 我外资就走了 所以最明显的一个态度 叫做私募基金的一个态度 今年的私募基金 在中国可以说是产上加产 我们来看 今年的上半年 中国的私募基金 居然只有募到14亿美元 什么概念 口气下跌了89 先跟各位说 过去好的时候 俊向哥 我们那时候前几年再好的时候 一年都是300亿到350亿 结果 现在上半年14亿而已 年减将近九成 什么概念 现在我们讨论是疫情大开了 完全开放了 还没不到钱 去年相比 那个基期 照理讲应该相对比较低 没有错 基期还在风控 之前好的时候我就说 之前我在经手的数字 是300亿到350亿 现在沿路往下荡 但俊向哥 铁针针的事实 是告诉我们 私募基金 他有说不出的苦 私募基金是国外借钱之后 到这个市场来做操作 看好的就是你长期的经济成长 但现在回报率是负的5.6 中国的股市在走空投 哇好你今天官方可以一道禁令下来逼你闭嘴 只能讲好不能讲坏 但是你防不了他 真该担心的是他李嘉诚 李嘉诚丢出了这颗深水炸弹 今天引发了大喊笑了 没有错 李嘉诚过去在英国赚的盆满钵满 最近回到了香港去 回到了香港去之后呢 陆陆续续推出几个建案 想不到推出这个建案之后呢 现在深水炸弹整个炸下来了 长江实业呢 最近在香港的一个油堂 做了一个新的一个建案 这个油堂在哪边呢 油堂在香港岛的一个北方 相当于九龙的下半方 过去是工业区 这个地方是重新开放的 做好之后呢 这个长江实业做的房子 在整个香港是可以加成的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认为他的房子盖的比较好 想不到呢 李嘉诚先生一口气说 我这个地方一口气 打七折 那打七折呢 目前的价格非常亲民哦 一口气折价了两百九十万港币 折合台币是一千一百七十六万 创下整个七年的一个新低啊 我问你 今天新建案出来 这个不是卖不掉在去化的新古屋 这是全新的房子 居然打七折在甩卖 这是什么警讯呢 对李嘉诚来说 现在就是要把整个周转率拉高 为什么呢 因为李嘉诚这一拳打下去之后 对于旁边所有的建案 都会产生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 为什么呢 目前他比附近的二手房 请各位注意哦 这个是二手房哦 都还要便宜三成 新屋比二手房还要便宜三成哦 那目前呢 执行董事他就说啦 哎呀我们就不用赚进嘛 不用赚多 这句话很重要哦 为什么呢 这句话是李嘉诚一辈子走江湖的整个哲学 我不赚进 我不赚多 但是我希望赶快把案子收起来 现在网路上大家在讨论呢 是不是话中有话 来再看是这四个字 不用赚进前台词 是不是入带为安呢 是 然后不用赚多 前台词没讲的 是不是能跑就跑啊 没有错 为什么呢 因为李嘉诚 他有考虑到几件事情 俊向哥 香港七百八十万人口 你知道过去几年来 发生多翻天覆地的事吗 香港从幼稚园 小学到中学 一口气的人员 少了七万六千人 少了百分之一的人口 人呢 人都招对 跑到国外去啦 现在呢包括澳洲 包括加拿大 包括英国 好多的港人纷纷都过去哦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所有的荣枯县 生死分水里 就从反送中之后 默默地 香港人就用脚投票了 人出去了 钱也出去了 没有错 而且这当中我们来看 目前的技术服务人员呢 高达有九千人已经外移了 目前包括金融保险人员呢 也有七千六百个人走了 简单地说 香港的生育率 现在已经够低了 想不到这些过去的中高收入分子呢 一一地用脚投票都在离开 为什么今天敏宽会说 李嘉诚丢出的是一枚深水炸弹 深不可测 震撼力又极大 因为这个人太准了 他每一个动作 后面都值得 丝丝细凉 他为什么做这个决定 李嘉诚可不是一般人物哦 李嘉诚二十多岁的时候 从广东朝安逃命哦 逃到整个香港来 他逃到香港第一件事情 那时候香港有广大的一个人力 很多中国大陆出来的人才 所以他用七千块美金 俊强哥你知道干嘛吗 做塑胶花 然后他做塑胶花 累积了第一桶金之后呢 人生最重要的一个改革 是什么时候呢 一九六五年那个时候 整个香港发生了 所谓的金融危机哦 金融危机的时候 那时候土地都没有人要 大家都不知道该要怎么办 李嘉诚先生突然间 在这个时间点逆向操作 你不要的我通通都包了 所以呢他这个时候 已经开始走向了 所谓的拒负之路哦 然后后来呢 香港的整个上市公司 前两家的公司 通通是他的 一家叫做所谓的 合计黄埔 所以他们叫做 长江实业合计黄埔 前两号哦 居然英国人不要了 他说你不要我也买下来 所以他非常会逆向投资 各位还记得最重要的那时候 过去那个行动电话 是不是又大又笨 那个时候开始走 台金刚的时候 走小电话的时候 那时候他就煮了orange哦 orange之后呢 香港人现在哇 吃的住的金融业 电信业通通要靠他 所以人家讲说 李嘉诚准在什么地方 他闷声发大财 他一出手赚的满盆满拨 常常都让大家跌破眼镜 更大的跌破眼镜 说哇 我以为你做出疯狂决定 最后赚的都是你 李嘉诚最神来之作 这一笔是在2014年 各位你们知道 中国的房地产不是 是蓬勃发展吗 2014年的时候 全世界的人都要投入 所谓的中国的一个房地产 李嘉诚居然在这个时候 中国他收网了 包括了四川 包括了山东 包括了河北 好多人说 怎么会李嘉诚这个时候要跑呢 李嘉诚把那时候 全中国打包完之后 他把所有的资产 直接资金转进伦敦 那个时候伦敦 包括了电力公司 包括了瓦斯公司 包括了电信公司 通通都被李嘉诚买起来了 甚至于香港 英国还说 李嘉诚买进的上限 不能够超过40% 不然会影响国安 最近李嘉诚把整个 伦敦全部获利完之后 回撕到整个香港 大家才知道 超人先生90多岁了 真是有一套啊 今天看这则新闻 很多人下巴要掉下来 为什么 高龄95岁的李嘉诚 还有能力丢出这一枚 生水炸弹 俊相哥 我讲一个我本身的故事 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2004年那时候 台湾有一些金融基金业 总共七个人 做了一个仓返团 到香港去拜访李嘉诚 到了李嘉诚之后 李嘉诚先生亲自来接见 可是当天 我们行程当中 有一位女性的经理人 因为他们家小孩生病 换了另外一个人 然后李嘉诚先生出来 就是俊相先生你好 敏宽先生你好 他没看稿 先说那时候他七十几岁了 突然间握手到 那个女生的时候 他就说奇怪了 你跟我们资料上面的照片 不一样 等一下 女生换女生 照理讲 已经照理讲神不知鬼不觉 是的 他居然发现 你跟我读的档案 那个不一样 这个当中发现了 长江十月的惊人之处 他们的幕僚 他们的资料之精细 重点是 李先生那个时候 已经是华人界的首富了 他接见我们这种 名不见经传的小经理人 每个人名字 头衔通通记得 重点是他握完 那个女生的手 他就说奇怪了 你怎么跟我读的照片 是不一样的 七十几岁的首富 他可能过目不忘 他很多的资料 他的心中 他的脑海 非常的清楚 所以李嘉诚先生 所做的任何一个举动 对我而言 都是整个全香港 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房产是重中之重的 重灾区 对 为什么是房地产 中国的民众就奇怪 有土私有财那个观念 根深蒂固了 我告诉你 80%的财富集中在这种 房地产 他们相信房地产 只会涨 不会跌 可是说到房地产 我们印象当中都是 你捧着钱摇号码 你都不一定买得到 过去是这样没错 我们就以这个西安来讲 西安算是二线的这个城市 过去西安 之前的半年 你知道要怎么买房 落叶排队 在那边等 通常几千人去抢房 还一晃难求 现在的情况不一样 十一长假的时候 建案还是给他推出来 我们讲说某一个建案 推了将近500套房 你猜几个人去登记 抢翻天了吧 有钱买不到了吧 零 再过来我们看一下 跑到了江西 碧桂园 鼎鼎大名 就是大陆民间的最大的建商 对 建案出来 黄金周 七折促销 哇 一下子 碧桂园的房子 金字招牌 打七折 我告诉你 打七折 后一阵 你看 这么多人 几步条 干什么 我先前去买的 我刚买 我刚签约 我刚缴黄带去买的 你现在给我打七折 那我不是高档套牢 再过来我们看一下 大陆市值最大的地产商 叫做万科 它同时也是世界最大的 这是在今年秋季的会议 我们看一下 它的手梗 它的这个话是什么 活下去 这三个字 这个是地产龙头 他们的2018年底的目标 只有三个字 活下去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才讲过 大陆这些大型的建商 其实都是借钱的 那万科的负债比例 83% 也相当的一个惊人 它其实早已经感受到 黄活 所以2016年 它的一个财报 已经提列了什么 在十几个省份 好几十个建案 都提列了叠价的准备 万科 蔡总 你讲到这个万科 它不简单的是 它曾经创下 一个惊人的世界纪录 一个月 成交的不动产的销售额 所有到五六千亿台币 这么多 好可怕 但是它是在房地产热络的时候 在飞的时候 可以一个月可以卖到五千亿 现在好几个月 可能就卖不到五十亿 所以你可以看 它这个标语活下去 打折打折 打到骨折 怎么样都赶快拼去话 这就是现在 风声鹤唳 人家讲说 大陆的房子 现在会咬人 蔡总来告诉我们 中美贸易大战 打到现在 不动产市场 变成了重中之重的 重灾区 但偏偏只有一个人 今天被大陆媒体点名 他居然赚得满盆满拨 唯一能够安然下庄的 就是他 对 李嘉诚 刚才讲过 大陆的这些建商的大咖 现在揣了蛋 但是有一个人 躲在角落里面 偷偷的笑 就是香港守护李嘉诚 我们来看一下 李嘉诚 在1990年代的时候 香港的GDP 大概是大陆的25% 所以香港很好 没有人想去大陆发展 李嘉诚就看到了这个商机 所以他到大陆的时候 买土地 养地 推案 甚至修码头 办大学 做慈善 把李嘉诚在中国的版团 慢慢地扩大 慢慢地扩大了以后 他逮到机会 在中国大赚了 然后到了2008年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什么样 中国的这个情况 不受了亚洲金融风暴 或者世界的金融危机 起来了 所以说香港的GDP 缓拿只有大陆的2.5% 以前是25% 他去大陆 现在2.5%的时候 他做什么动作 很多人想说 你应该加码继续投资大陆 不是 缓其道其行 他讲了一个名言 他说 黄地产假如价格来到 一般小市民都没办法负担的时候 他不会去赚 最后的一块铜板 这不就是现在 中国大陆房地产 最大的问题吗 80%的身家 是压在一栋房子 他已经预见了这个危机 对 所以他布局了8年 准备撤资 你看2014年 38亿港币 出售了南京的国际金融中心 2014年72亿 出售了北京的银科中心 2016230亿 哇 这个是很大的 卖掉了上海 这个是老实讲 有点像台湾的这个 新计划区 陆家嘴四季会的广场 都是地标 2017年七七派 402亿的港币 出售75%香港的中环中心 这几年当中 他一共卖掉 大约折合他的身家 2800亿的港币 所以为什么人家可以 坐稳了香港给守护 因为他在最高峰的时候 开始出托了 好 这件事情 大家就觉得匪夷所思了 2013 2014 2015到2016 房地产都还在标 人家都还在赚钱 你已经要出托了 到底看到什么 一句话说 春江水暖鸭先知 到底他闻到了什么风 不对劲 开始花了八年的时间 蚂蚁搬家 开始出托 开始出托 中国大陆卖 香港也卖 到处卖 卖完之后把钱 搬到欧洲去了 对 有人说你是不是卖太早 你假如2015 2016你这些物业都还留着的话 你大概还要再赚1000亿 但是李嘉诚 永远领先人家一步 因为已经看到中国的房地产太热了 所以这时候把这些的建案卖掉以后 他转到哪里 他转到了欧洲 他去买英国 为什么 2008年金融海啸 2010年的时候 这个欧债危机 所以他几乎把整个英国买下来 你看他 他买 李嘉诚买哪些呢 大概英国公共资业 30%的天然气买了 25%的电力 7%的水 这个概念是说 你做这些 这个营运的话 你有稳定的现金的流入 对 所以他抄底的这个英国 到目前来看起来 大家是正确的 李嘉诚讲一句话说 他一生就是各尊一个价值 他说一定要找到一样 天塌下来 我都还能赚钱的行业 我们看到了水 电 还有天然气 供暖 英国人都要看他的脸色 回过头来来讲讲看 当时蚂蚁搬家搬了8年 这一盘险奇 他到底闻到了什么风啊 对 那另外一个就说 李嘉诚为什么要卖掉 中国的资产 可能有一些内勤 为什么 你这样 1993年的时候 李嘉诚进京大陆的时候 跟江泽民的关系回钱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你在这个北京 在首都里面 在这个天然门的附近 你盖一个北京东方广场 当时设计出来的话 这个楼高要有80米 天安门大概38米 人民大会堂也不过40米 你能盖那么高吗 威胁到中南海的安全吗 这是大不会 结果最后把东方广场 拆成了三组 但是拆成三组以后 楼高还是40到60米 人家就是有办法摆平 再过来 当时要盖东方广场的时候 光这附近 因为它占地非常大 附近有160个公教单位 光是国教单位就20个 这背后都是大有来头 你怎么让他搬走 所以今天为了让李嘉诚的东方广场 踩地界的搜寨 我们过去听说过 你把一些所谓的低端人口 一些一般老百姓的房子 你把它挪开 签开 我们就看很多 但是居然很多的衙门 在这个地方 你也有本事把它牵走 这话注也跟当 对 就表示你有足够的政治能量 你才可以摆平这些问题 后来真的东方广场盖成了 盖成了以后 里面有酒店 有办公大楼 有这个公寓 成为首都当中 最大的一个建筑群 5期报新闻从2018年开始 连续6年 谢谢大家的陪伴 我们已经累计了 总计9亿人次的观看数了 非常感谢大家 重磅消息 跟大家拜托一下 我们快要突破 100万的订阅 快点唱一下 请大家楼顶着楼下 扣更多人 来帮我们按赞订阅 100万人的幸运儿 会是你吗 请大家一定帮忙来订阅分享 然后我都会看喔 感谢你 请大家订阅 请大家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大家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